2005年的4月6号 这一天嘉义市的警方 接获了一通紧急报案电话 在林森西路一处没有人住的空屋套房 竟然发现了一具尸体 但无法判断他的性别 因为他的死状相当的诡异 警方进入命案地点勘查 发现死者躺在房间的床上 衣着完整身上没有外伤 但是他的双手被反绑 脸上缠满了胶带 初步研判是窒息死亡 那这个脸部是整个被用胶带 把他摸住吗 由于这个死者体型壮硕 警方目测他的体重接近80公斤 他整个人平躺在床铺上面 脸部则是被胶带一圈一圈的缠绕 表情已经是严重扭曲 警方立即找来了见识小组 到现场踩证 试者要找出死因 以及他身份的线索 由死者的穿着和70多公斤的身材 警方一度还以为是男孩子 后来解开胶带后 发现死者身上的身份证 证实为女子洪秀平 警方也立刻掉落大楼的监视录影带 发现大约在凌晨一点多 洪秀平随着一名男子进入了套房 大约七点多后离开 警方立即掉落了监视器 发现死者洪秀平 在凌晨一点十分的时候 跟着画面上的这名男子 一起走进了之间 对他来说应该是完全陌生的空屋套房 但最后洪秀平却沉湿在屋内 这名男子难道就是凶手吗 管理员一直以为 这名红姓女子和男朋友 因为寄欠房租下落不明 没有想到却发生这样的遗憾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他的身份 原来这座空房是屋主之前 租给一名黄姓房客 而他疑似搅不出房租落跑了 屋主一看到监视器 立刻就认出他就是那名落跑房客 虽然有线索 但警方掌握到这名黄姓男子 留下的房客资料 全部都是假的 但警方还是透过了其他方式 知道了这名男子的姓名 叫做黄贤镇 没想到才过一个上午 在彰化中兴路以及大浦路一带 竟然传出有人拒绝盘查 竟然开枪袭警还冲撞 而这个人就这么刚好 是嘉义警方在找的黄贤镇 黄贤镇涉嫌人之后 立即骑车北上逃逸 来到彰化这处夜市来吃晚餐 没想到好巧不巧 被巡逻远警碰上了 脚踏店上有很多的衣物 盥洗衣物 我说你这个脚怎么有那么多的盥洗衣物 他觉得很可疑 叫他拿证件出来 递证件的时候手在发抖 递给我的时候机车坐上去就要跑 一直抓他的衣领一直闪身 只是一直想要单纯的想要制服他 那个过程他一直胡乱开枪 彰化警方也压着他回到了袭警现场 要找出他朝远警开枪的那把手枪 因为这可能是杀害洪秀平的关键证物 彰化警方带着黄信嫌犯重回围捕的巷盗 要找黄信嫌犯在追捕过程中 丢掉的枪机 这枪是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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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见过 他再说他再掉下来的枪 你好 这枪都吹过了 这枪是这枪是 这枪是这枪是 可以可以 再到这枪是 对吧 而当务之急 警方就是要赶快厘清 他为什么要杀了洪秀平 警方初步厘清 死者洪秀平被杀害 竟然还跟那一年初 发生了另一起命案有关 那件案子的死者叫做魏靖元 是黄贤正在监狱里认识的朋友 4月初的时候 他被发现 曾在嘉义太保卫生掩埋场 附近的一处水池 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泡在水里五天 全身腐败性腐肿 死因是溺水窒息 而法因香烟判断出 他是生前溺水 而且身上还有多处的瘀伤 甚至连腹内都有内出血 原来两个人有五万元的债务修分 魏靖元还两度跑到黄贤正的住处 砸玻璃嗆虾 还扬言要打断他的脚 后来黄贤正借口要出门收账 把魏靖元给吊出来 再说要到野蛮场附近去试枪 没想到车子一到还没下车 他立刻就亮枪指向了魏靖元 连开两枪都没打中 魏靖元立刻奋力扭打 要逃出车外 但他肚子被遭到重疾内出血 他痛苦地蹲在水池旁的一个土坡 随即就被黄贤正推下水池 弘性女子有向警方公诉 他有杀害魏姓男子这个命案 所以他心生不满 所以来杀他 杀人动机似乎找到了 但黄贤正真的只是单纯为了灭口 而杀害了洪秀平吗 黄贤正被杀人罪嫌移送 并且起诉 而他到法院了才透露 他杀害洪秀平 其实有别的动机 原来那一年他新交了一名流姓女友 但洪秀平却跟他的女友过从圣命 于是他度火中烧 才兴起了这个杀人念头 他怀疑他女朋友 与第二位死者可能有同性恋的关系 所以他拿胶带 捆绑这个死者 眼看着他自欺而死 于是他借故把洪秀平约到这个地方来 当面质问他要不要跟他的女友分手 没想到洪秀平断然拒绝 黄贤正亮出玉藏的改造手枪 抵着他的头 要他躺在床上不要乱动 接着他拿出玉藏的胶带跟同军绳 将他一步步捆绑 就在旁边眼睁睁看着他 窒息脱缝而死 黄贤正在逃亡时 还打电话给媒体呛声 点名要再追杀三个人 短短七天不到都用窒息的方式 在一旁冷眼旁观 看着被害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才离开 而黄贤正的凶残还不止如此 十年前他怀疑他的妻子洪姓出墙 在场争吵中徒手将妻子给勒毙 被判刑十四年十个月 他服刑七年后假释出狱 又接连杀害了两个人 最后法官判他两个死刑 而他听判后没有腿软没有痛哭 反而是露出冷冷的笑容 令人不寒而栗 我都不想要索 我以为公司很索疯 潜典已经认识了 现在就去到 他成年总是没中了 没有中了 没中了 他没什么要求的 有什么 他没求求的 你不想讓他看 你不說不說 你不說本身不說 你聽好嗎 是我會笑的 別人我不會笑的 我會說白 說白啦 槍聲響起台北看守所 瀰漫一股沉重的氣氛 12月21號是 瑪雅立法中的人類末日 不過實際上並沒有發生 反倒成了全台六名死球的 世界末日 黃金正殺了這麼多人 卻絲毫感受不到 他的一絲悔意 而在瑪雅末日說的這一天 他走上了死刑場 但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最新槍決的法警 前三次扣板機 都疑似卡彈 無法順利擊發 直到第一次第五槍 才順利擊發 法警前三槍卡彈 恰巧跟他背負了 三條人命數字吻合 因此外界各種靈異說法 紛紛出籠 而除了這件事情 還傳出了在某次開庭 嘉義地檢署的法警 發現黃賢鎮出庭作證的 劉姓女友 旁邊坐著一名壯碩的男子 開完庭了 他還不離開坐在那裡 法警好心的上前提醒 男子才突然氣沖沖的走出法庭 他事後聽了描述 才知道那個人的外表竟然跟洪秀平如出一側 也變成了這個案件延伸出來的靈異傳說 我們可以發現黃賢鎮幾乎都是為了小事抓狂殺人 兇殘的窒息式犯罪手法 也反映出了他的人血性格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